你現在收聽的是 原創Shokcast內容 Shok 怎麼會講出來 我們現在講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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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是生非 鳥是生非又是我家具 我是定宇 抓了你們沒有摸起了你們在 你跟我講 抗議 抗議 你們沒有講好好我抗議 你剛剛明明講要難你難的 示威抗議 你抗議也嚇人幾人聽才可以的 沒有錯 其實建委今天為什麼一直喊抗議 主要就是因為今天我們聊的 時下比較夯的話題 就是跟示威有關的 是示威變制了嗎 對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大標題 那為什麼今天會聊變制不辣 為什麼今天會聊到示威這個活動 這個課題主要是因為香港那邊的示威行動 是鬧得非常的轰轰烈烈 什麼沸沸揚揚的 應該說一開始大家都沒有想到 他可以演變到今天這樣一個很誇張 我覺得 剛開始我覺得只是一個兩天的東西 他持續要兩個月 兩個多月了吧 我只記得是一起命案 他是應該是 我忘記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 你記得嗎 他 那他我也是一樣不太記得整個的內容 對 他的細節不清楚 對 他的細節不清楚 他就是說有一個犯人 他在A國家犯了錯 不過是B國家的人 對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他們要去簽訂這個 把他送去 原本自己的國家 對 把他送去 對 引渡法 引渡法 對 因為他們 他們就在講說你看 如果今天這個來自B國家的人 他在A國家犯罪了 然後但是A國家可能他沒有這個法律可以去定罪他 那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他引回去自己的國家來定罪 但因為在那一個事情上 他並沒有這個這樣的條例讓他引渡回去 所以就變成好像這個B來自B國家的這個罪犯 他在A國家就有一點類似好像逍遙法外的感覺 對 對 或者是說他有被定罪 不過那個罪不是這麼的 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要的那個答案吧 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香港他們這邊就看準了這個時機 就突然間覺得說 這樣我們為了要保障就是受害者 受害者 所以我們要簽訂這個 就是凡是如果任何人在任何一個國家犯錯的話 我們就要把他帶回去 就是把他引渡回去原本的國家 由原本的自己的國家 用他們的法律去制定那個人的罪行 然後才會延伸像你剛才講的那個問題 對 才會有反送中 因為原本他們就要把他送去中國的意思 就是包括了中國內地之外 他還有包括台灣 對 因為那個之前那個命案 就是因為跟台灣人有關係 對 我記得是跟台灣人 是台灣人還是在台灣犯案 我忘了 那其實我印象中 示威這個東西呢 在近幾年的時候 我們才比較有聽到示威的這個活動 其實你們對示威的印象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印象的 我其實是對Berset這件事情有印象的 對 對 對 那其實Berset幾時開始我也不知道 因為說實話我對政治的 我剛開始還沒正式踏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記者這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太懂這個東西的 那我是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記得 我們那時候去泰國遊學 那遊學回來之後就開始有這個Berset的情況 然後我才開始注意這個Berset的事情 所以我 其實我知道示威這一項來都會有 應該是不懂在哪一個國家 總之是只要有問題 其實大國家他們都會有這個所謂的示威行動 示威其實很簡單 就是今天你要向某某單位去要求一些東西 但是 對方滿足不了你的要求 對 就是我以一個比較客氣的方式 去跟你要求的時候 但是你沒有給到我 所以就變成我要聚集所有人的力量 就是人多好辦事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這樣的方式去 用逼迫嗎 反正就是用這種 可能是爭取吧 對 應該講用更多人的聲音跟力量去推使你 去做到或者是去符合我所要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請求 就是要告訴那個單位說 我們其實不是我而已 是大家都是這樣想到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聽一下我的想法 對 所以示威它是属於一個就是比較 民主的行為 或者是說它是属於一個比較凝聚 比較大力量的一種一股力量 去推使對方去正視 或者是去針對我的這個要求 去做一些衡量或者是考量 哇 你們真的很高深 其實你給我的話 因為剛開始我接觸示威的時候 是大概三年前 就去那個Berset的那個活動 那時候我剛開始覺得 示威是什麼來的 大家要走上街頭 就很麻煩 你還要阻止那個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是對我來說那時候 我就覺得很麻煩 這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馬來西亞人的公民意識 好不夠強 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我踏入了社會的 我們踏入了這個新聞的行業之後 我才發現到說 原來示威有這樣的一個功效 跟一個作用的 我才真的有發現到這個東西 或者是說我補充一下 或者是說可能有一些可能前輩們的想法 可能一些比較上年代會覺得說 示威其實就是一個出來亂 就是一個會導致 我不聽話 對 就是會導致整個整個社會安寧 被受到破壞 或者是說弄到整個 我好像剛剛佳俊講的 什麼交通很亂 然後等下又有人丟來丟去 打來打去 推來推去 罵來罵去等等 這樣的一個想法 真的 我跟你講 我親身分享 我這個一定要分享 我有一個朋友的媽媽 可能她就是年紀才 比較大了一點點 所以她可能不太了解 示威拿來幹嘛 然後因為最近香港就是 爆發這個反送中的示威行動 然後她就講說 怎麼能有人這樣不聽話要跑去示威 最好是政府拿坦克車這樣輾過去 他們也很應該的 也很活該的 又很不聽話 真的是嚇到 她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可能示威行動 在老一輩的那個既定印象 可能就是覺得說 就是不聽話的小孩 才要做出這麼叛逆的一個動作 我記得有一個地方 她是講這個德國 那德國還在推行這個示威行動的時候 其實德國本來就是一個 不常會舉行示威行動的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那一次提出的那個東西 其實最後政府是有聽到他們的那個 怎麼說 聽到他們的訴求的 所以說其實 其實示威它其實是一個很大 聚集了人民的力量去爭取他們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現在問題來了 香港示威行動 因為香港示威行動 它已經演變了暴力的行為 對 其實所謂的示威它其實已經是變質了 這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是的 因為你看就像我們剛剛一直都在強調 雖然我們每一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贊同一點 就是示威其實某個程度上 就是我們想要凝聚更大的力量 去去去提出一個訴求 就是這樣而已 因為可能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都會有學 一支筷子折斷 對 然後十支的話你折就折不斷 就很多時候是因為人家會覺得 你一個人來跟我要求 就可能只有你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要用示威的方式 就是要讓你知道 其實不是我一個人 是有這麼多的人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才要用這種力量 才讓你真的是去正視我們的問題 其實在過去我們先 我們先可能香港有點遠 我們先講回馬來西亞好了 因為馬來西亞其實之前 可能近這五六年當期間 很常有 他自己本身都很常有這個示威行動 包括像是Berset的那個很大型 那時候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去參加的 但是還是那一句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進入新聞的行業 我就覺得說示威來幹嘛 大家就跟著去玩這樣子 你是去玩喔 沒有我跟建文一起去的 是嗎 對呀 你跟我一起去的嗎 我們四個人一起去的 還有兩個朋友 我們那時候是去 你們帶著什麼心態去呢 其實你們知道這個Berset 他原本的訴求是什麼嗎 對這個就是跟我接下來講的 是有關係的 因為之後建委就有 不算訓斥了 就是有大概分享了他的看法 就是那是很慚愧 因為那時候我抱著說 大家可能就去啊 反正就是好玩啊 就去了那一邊之後呢 坦白說 那時候三年前 還是一個黃毛小子 我就真的去那邊拍照 拍照 打卡 然後講說 我就講說什麼 示威需要人民的力量 其實內心是沒有這樣想的 我實際上很多人 因為我實際上很多人 應該都是這樣 也是啦 對 所以那時候建委就跟我講說 其實像現在的年輕人 你看很多人 因為我們看到現場真的很多人 在拍照打卡 然後大家走就跟著走 大家坐就跟著坐 但其實是不懂的 一直是在哪裡的 那大家不知道說 到底示威的那個作用是幹嘛的 那建委就跟我講說 實際上年輕人 你看就是出來打卡拍照 那示威是這樣子的嗎 他有在 你有沒有覺得他在講著你的感覺 我擺明就是啊 我只是轉一個彎來講而已 對 我還記得那一天 其實我是有上班的 然後過後我 你有上班喔 還在前公司嗎 不是就這一家公司 那時候我那時候就是 我上班完了以後 其實我上司就問我一句 你今天穿這個顏色 對 他講你是打算出席嗎 我講對呀對呀 其實我當下的感覺就是說 我不是就是那一個時候啦 我當下的感覺就是 我並不是要去做一個 所謂的什麼叛國者還是怎麼樣 只是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用好好講的方式 你不聽 那所以我們就要用這一種 所謂的凝聚大家的力量的方式來 當然前提是 因為這一個Berset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贊同的是 他並不是一個暴力的一個示威行動 對他很和平 他很和平 沒有可能前幾次好像是 有一點點的暴力行為的 是是是是 那時候我記得警方是有放催淚彈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再過了幾次 我去一些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集會去採訪的時候 老闆都會叫我戴面罩 因為他就是怕有這樣子的情況 對 我相信是因為馬來西亞政府 第一次面對集會的這個情況 他們不常要怎樣 有一點措手不及 對 當然我還是那句我覺得 當然我們身為所謂的 去參與示威的示威者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要 比較理性一點點 因為我們今天要知道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我們去那邊 我們不是要去添亂 就是明明已經很亂 然後你還要再去添亂嗎 不是 我們只是要凝聚 我還是一直強調 我們只是要凝聚更大的力量 去讓有關的單位去證實跟看到 我們大家其實都是有共同的想法 跟希望說 你不要再忽視我們的那一個訴求 就這樣而已 其實我覺得就這樣而已 所以在示威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是兩方面的人 我們都要做一定的這個 所謂的自律的部分 身為示威者 你今天知道你很清晰 知道我們今天去 我們是為了什麼而去 那維持秩序的單位也好 或者是被我們請求要 拿到訴求的那個單位也好 你也要很清晰的是 我們並沒有要跟你 就是我們社會者 要跟你有對一個爭吵還是怎麼樣 但是偏偏其實就是有一些人 我覺得可能當時的情緒 他們的偏激 那時候看到的一個情況 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情況 就是他們拿著前首相 那時候是使任首相的一個小丑的畫像 在用腳踐踏 我覺得這個行為 它是很不明智 而且是很侮辱性的一個行為來的 這反而會讓人家覺得 可能會讓當時的單位會覺得 你這麼做其實你不尊重我 所以我也沒有必要尊重你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說我們 你看我們也要理智一點點 即便討厭某些事情都好 但是我們今天並不是要加深那個仇恨 我們其實只要 我覺得我們最終每一位出去示威的人 我覺得我們最終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對話 我們希望有一個對話 讓你聽到我們到底在想什麼的 那你知道了之後 然後你再去看怎麼樣去做妥協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做一些 類似這樣的一些舉動 就算今天我有極討厭某個單位都好 我就算去 我覺得我們去參與示威 我們都要很理智 真的不要去做很多 類似這樣的一些事件 來引起其他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麻煩出來 對 但其實我們 我們可能講回最近的 香港的反送中的集會 你們其實有覺得 它已經開始慢慢的變質了嗎 我覺得它已經變質了 因為我覺得可能 現在可能他們的年輕人 我其實不太懂他們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 你要在一個地方示威 你要知道 你要就是要讓政府知道 你這個東西 可能政府也可能 給的回應不太好吧 所以他們才會那麼的積極 跟那麼的激進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子的情況 反而顯示了 政府不想要相信你 因為你給不到 我看你是和平的集會 這樣我當然 當然你對我的人不好 可能我對你的人 可能一些警察 他可能也會有 跟他們一樣的情緒 所以自然他們也會反擊 所以我覺得像你講的 就是它是一個 往來的一個動作 對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接觸 就是大概了解 因為我們做新聞的 就要了解 反送中的集會 是什麼一回事 剛開始我就覺得說 香港的人民好像還不錯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包括他們做了一些 比較激進的動作 包括像是去霸占機場 這件事情 我完全是不能理解的 而且你有看到那個片段嗎 他是質問那個外國遊客 我真的是不明白他 為什麼要質問他 對 而且你知道很多 因為大家都 大家都訂好機票 但外國人都有自己的計劃 所以他們就要回去 那他們這樣霸占那個機場 除了會影響人家的行程之外 而且我個人覺得 也是一個 稍微比較自私一點的行為 所以我就開始 那一邊就開始 讓我覺得香港市民這樣子做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這個是正確的一個 市委的活動嗎 我反倒是要提出幾個問題而已 其實我覺得說 今天的市委會演變成 就是香港市委會演變成 這一個局面 首先第一 我先跟大家說 我一直以來 我都會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我會覺得 有一些市委 它是開始附中 就是因為可能它不夠堅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 就是當下的情緒很高昂 但是可能維持一天 或者是維持那幾個小時 就沒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自己的想法 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 大家看準說 哎呀你看 最多麻草草一下子而已 所以可以不用理他們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會導致說 現在的香港 是不是可以維持這麼久 那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他們可能長期 属於所謂的 被欺壓 被欺壓 被欺壓的一種狀態 所以變成他們覺得說 如果這一次 我們不再堅持一點 我們不再做一些 比較激進的動作的話 可能上面 或者是 就是可能上面 會看不到我們的 這一份兼職 可能又會以為說 我們可能只是維持那一下子 就是一下鬧脾氣 給你啦 給你那個感覺 這是第一個 再來的話我覺得 會不會也是因為 他們會覺得 政府一直都是 不守信用 所以變成 他們才會有這個感覺 當然我明白說 政府已經有說 他們已經不會再去討論 跟去執行這個 所謂的反送中的條例 完全沒有了 但為什麼 示威者依然還是堅持 今天示威到今天為止 還是要繼續 我相信 因為他們收回報名兩個字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收回了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收回了現在 因為他們已經真的是報名了 是是 我不懂這會不會很主觀啦 我這樣子講 對對 所以我其實我想說 回到去的東西 回到去一個點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 我們不懂 他們是不是因為長期的 收到欺壓 然後或者是 他們已經是經歷了很多 人來了的故事 所以變成他們一直 會不相信 雖然你現在講你這樣收了 但是是不是說 你今天收了 然後我就退了以後 可能你們又暗地理 在做些事情是怎麼樣 我不懂 所以為什麼他們今天才會 會有這麼所謂的極端 跟過激的一個情況出現 我是覺得可能要這樣講吧 就是說如果你要堅持 當然你可以 我覺得你可能在特定的時間 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是可以允許的 但是如果你暴力的話 我覺得你已經 我覺得你已經過了 那個所謂的底線了 所以 但是我也不要陰謀論 一點點 我的人本來就是很陰謀論的 你說他們有這種過激的現象出現 會不會是 有人在挑釁嗎 對 有人挑釁 或者是說可能 做出過激行動的這些人 他可能不是示威者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先說我拋問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零零種種加起來的 只是我覺得 這一次香港的示威 可以讓我感覺到 很surprise的是 他們竟然可以堅持這麼久 兩個月真的很久 堅持了這麼久 而且罷事罷工 什麼都罷完 你看 所以我覺得 這也代表著什麼 這也代表著香港人的精神 對我來講 我看到的是 證明他們這一次 真的是希望說 我們不想再被騙 我們不想再被欺壓 我們不是每次都是那種 你給我什麼 我就接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是會反抗 我相信 有的東西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以後他就會有一個反彈 而這一次就在這件事情上 讓他們有這麼大的反彈咯 可能這就是我可能 我之前也是有看過一個報道 他說示威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 像剛才家俊講的 他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去玩的一個集會開始 然後慢慢的 人家就會開始了解 他所謂的訴求 所以開始有訴求之後 你就會開始有一些 比較激昂的情緒 而導致有暴力發生 而在暴力發生之後 可能你知道這件事情 暴力下去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要無聲的抗議 最後你才可以達到 所謂的政府 聽取你真正的訴求的目標 我覺得它是一個需要的過程 Anyway 香港反送中的集會 現在還是在進行當中 我們其實不懂 道具會是怎樣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的話 我們還是會馬上為你播報 所以記得留手 叫我們的各家 extra旗下的各家電台 是不是要打廣告嗎 好啦 馬上進入 金魚的這個單元 不知道嗎 不知道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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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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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談到示威 也想要知道馬來西亞的示威行動 對不對 但是我不是談馬來西亞的示威行動 而是如果你想要向政府啊 或是向一些相關單位 表述你的一些訴求的話 你要怎麼做呢 那我當然也訪問了一些律師啦 她是我的朋友 美女喔 順便幫她打票一下 美女叫什麼名簽 她叫以柔 好熟悉的一個名字呢 如果你看Melody的話 很常看到她啦 好啦 我們先講的話 如果你要申請集會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根據和平集會法令 就是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 法令呢 你必須要在10天前的時候呢 到這個舉行這個集會地點附近的這個景區 所以我們叫什麼 OPCD還是OCPD 總之就是景區啦 然後你去那邊就是申請你的 就是把你所謂的通知書 就是你的地點啊 然後可能人數可能不太需要啦 可能地點還有一些時間跟日期交給他們 但如果呢沒有通過的話 如果你沒有交這個程序過去的話 你還照樣去集會的話 它就是illegal的 但如果你的警方沒有response的話 不算illegal喔 因為你已經做足了程序 只是他們有給你response 所以這是OK的 那如果你 如果你沒有做到洗傷的這一些部分呢 到最後警方要抓你啦 他其實可以用刑事法點來控你的 因為那個就是illegal 對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做的話 你就去集會的話 它就是一個illegal的東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想 如果今天我做了 只是你還沒有給我response 不然我依然還是可以照常去做示威 對 因為是警方沒有給你反應嘛 沒有給你回應嘛 了解 然後因為根據刑事法點呢 只要五個人以上聚集在一個地點的話呢 你就是集會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根據 所謂的程序申請集會的話呢 你就表示你是非法的 那警方就可以控你啦 就是可以在刑事法點 那其實他集會的定義值是什麼 比如說我交五個同事去MACD那邊吃 當然不是啦 他可能就說 這個是因為被控了之後 他才會把這個東西算進去的 就是你參與了所謂的大集會 可能你搞了一些事情出來 那他才會這樣子 那些五個人 那些是羊茶 有四個人 沒有四個人 要五個人 五個人 那一個人叫做去旁邊 而且如果你申請這個東西的話呢 其實警方是不可以不批准你的 但是他會有很多的distriction 除非可能你達不到 可能你的申請過程當中出現問題的話 他就可以把你撤掉啦 當然如果他批准你的話 就必須要很多restriction 這個怎麼叫嗎 限制 限制 不太好啊 所以這個限制呢 一有了之後 你就必須要遵守 你沒有遵守他 可能就是可以通你啦 就是這樣子啦 這就是我今天的你知道嗎 OK 所以呢 相信大家對集會 示威這個東西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 可能要有些訴求的話呢 可以通過這些 叫做足程序 才好去做 反正我現在其實覺得 現在新政府做的 比較好的一點 就是他們已經放寬了 這個集會的條例 他們就讓大家 很自由的示威 但是在示威的前提之下 也要知道自己在示威 什麼東西啦 而且不要帶武器喔 對 接下來就是有我的單元 犯氣功心 犯氣功心 你好我是佳俊 嗨我是金瑜 我是劍瑋 那今天犯氣功心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自己 在上網找資料的時候呢 就發現到說其實沒有 跟示威有關的一些心理測驗 所以就通過你是什麼個性 在集會的部分呢 就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舉動 所以今天是有五個圖片 讓大家選的 大家就自己平衡想像一下 又是五個圖片 對它是圖片 它就是有五隻猴子 但是它有不同的裝扮 OK 上次是貓頭鷹 對 第一個裝扮呢 它就是有Superman的裝扮 OK 就是猴子 然後穿Superman 對 穿Superman的這個服裝 OK 第二個呢就是穿著牛仔的服裝 很硬喔 第三個就是 Captain America的服裝 全部的感覺都是英雄的感覺 對 第二個不是 第二個是牛仔啦 第四個呢就是 號就是那個綠巨人 的一個裝扮 對啊 第五個呢就是雷神 Paul的這個裝扮 第一個是什麼啦 第一個是Superman OK我重複一次啊 OK 第一個是Superman 第二個是牛仔 第三個是Captain America 第四個是綠巨人 第五個呢就是 雷神 雷神啦 我選Superman Superman OK 所以我覺得那種什麼綠巨的那些哦 一定就是 也一定就是 那種 很过肌的人 因為綠巨人,很容易我選主嗎? 對,這樣我覺得我應該選牛仔啦 好,牛仔 你选是什么 我选Superman 其实我本身是选Thor的 因为你喜欢Thor吗 没有 其实我喜欢Captain America 但是我觉得雷神那个感觉 因为他是个猴子 所以他的那个装扮看起来 比较 第一个就觉得我一定会选Thor 比较特别 那其实如果你是选择 第一个是Superman的话 其实他就是讲说 你是一个非常自由奔放的人 快点自由奔放 所以有一阵子 所以你去那边 因为大多数我们刚刚讲的 是所谓的和平集会 但是他去那边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是偏向乱走 他就很好奇 我要看这个 我要看那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 像比如说马来西亚 Bersey集会 那边有卖东西吃 他就去买一下东西吃 而且没有政治人物演讲 他也去听一下 那不然有人在聊别的 有的没有的 就是你上过了婆婆 他也去聊一下 这个是当记者本分 这个就选择Superman的 一个人的特征了 那第二个人 就是选择牛仔的这个人 牛仔很忙 牛仔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比较 文静的一个人 不太像 对啊 我也是很不太像 还是那一句 心理实验是否我参考的 那选择牛仔的话 就是那个人 就是他会无声 他就会 人家怎么走 他就怎么走 人家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他就是一种羊群心理 他那大部分的人 就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比如说大家坐下来 他就跟着坐下来 大家去买东西吃 就去买东西吃 他不会有自己的 一个方向跟主见 这个就是选择 牛仔的人 可是建伟不像 建伟像leader 建伟就比较像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Captor America 你应该是心理选这个的 那Captor America的部分 就是比较是一个 领导者的一个角色 那主要就是 你会带动那个示威 通常选这个服装的人 他都是比较像是 会去申请机会的这个人 所以就比如说 像是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些竞选盟的 一些领头羊的这个人 领头人 他就去办几会 号召大家一起来 来有这个诉求的动作 就是 这样我有没有刀枪了 我刚才看到 你帮人家申请东西 那第四个呢 就是绿巨人的服装 那绿巨人的服装呢 就是比较像是 blur blur的 他就是不打劲 反而绿巨人是blur blur 我还以为他是比较 因为 一点点就 因为如果你有在看 这个Captor America 就是那个Avengers的话 你就知道绿巨人 其实他在 从一个人类变成巨人的时候 他是放在干嘛的 他放在干嘛的 原来是他的原本的样子 对 他就是比较blur 去那边 就是像我三年前的我一样 去那边就是 不懂中不大了 滚着来了 我们来拍照 大家打卡一下 这样子 就是这样类型的了 那这一个呢 就是Thor的这个部分呢 他就是比较像是 成熟稳重 而且比较内敛的人 你是在承转你自己吗 真的不好意思 他就是去到示威 其实他还非常的清楚 去示威是干嘛的 就是你懂示威 这个目的是干嘛 明明最不清楚的是他 真的 我也不懂 这个会这样子的 可能是以后的 进化版的你 就是去那边 你就懂大概 自己要干嘛 你自己 很明白 那个诉求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不会随风 不会跟风 比如说 人家去买东西 是你不会跟 因为你懂自己要干嘛 你在讽刺我吗 人家讲在那边 聊不懂什么 三哥老婆 家常事那种八卦台 明明讲着你啦 他明明就是第一个是你 而且最重点的是 这个人呢 因为平常 示威的话呢 他们就会有那种口号 甚至是可能 有政治人物在演讲 他都会第一个重去听 因为他要知道说 第一个咨询是什么东西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真的 以后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所以刚刚那 示威行动 就是可以从这些个性 看得出你大概是 什么样的人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马上进入 建议的单元 怎么办呢 这个好吗 不好 怎么办啊 够力了够力了 不懂 不懂想要选 怎么办 喂 选嘞 喂 选嘞 没事 我们每次都忍不住 想笑 我就不懂这么好的名字 就是会那么奇怪 我想说 你看如果你们刚刚听了 我们那个很美妙的 我本领也知道 它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整个是很美妙的 OK 好 今天二选一有什么题目 是的 好 今天二选一 一样还是会有 五个选项给你们的 我是建伟 我是金鱼 我是家俊 是的 示威嘛 对不对 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方式来进行 所以是给两位选 第一个 你觉得你会以绝食的方式 还是以占领某个地区的方式来进行示威 占领 占领 我不能不吃东西 我会晕倒 我就知道你们不能 我不能 我会过劳 你知道吗 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 这个是比较赛利点的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 如果无可避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所谓的驱赶 示威者的话 你觉得用催泪弹还是用木棍 催泪弹 OK 如果以屁孩的角度出发的话 我三年前的我 我是要催泪弹的 因为 其实坦白讲 那时候三年前去参加集会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就是抱着那种 我们要被催泪弹试下什么感觉 那种形态去的 所以我会选催泪弹 其实到最后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是第二次的Berset集会 它已经和平了 很和平 所以是没有任何的水泡车 没有那个催泪弹 所以我们其实很set一下的 这个是什么心理 唯恐什么天下 什么不乱的 这个我啦 OK 好 下一个 世卫的时候我们都要带一些 所谓的 做好一些安全措施 那两种东西 就有一种可以给你带的话 你要带湿毛巾还是带水 水 湿毛巾 水对我来讲功用比较多 我渴了可以喝 湿了可以喝 其实如果我们 它的水的功能 给我感觉比较多 那你为什么会带湿毛巾 因为我想象中的 世卫行动就是有催泪弹 有木棍之类的 我们讲催泪弹好了 还是那些什么胡椒盆雾之类的 那因为水 感觉就是奶喝而已 那那个有水的 那个什么湿毛巾 感觉是比较有重量 就比较能够保护 你自己的呼吸的那个系统 OK 好 下一个 你会比较prefer的是 游行的方式来进行 世卫还是嘉年华 就比如说会有人唱歌啦 等下又有人这样 游行游行 因为嘉年华感觉就大家不认真 三年前我还是屁孩的话 我会选嘉年华啦 三年后登大廊之后 我会选游行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们可以是从 比如说从 Buggy Jaya这边游行 走着走到去 我OK 可以啊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意义所在 对啊 OK 好 下一个 你比较prefer游行 世卫几天还是几个月 几个月吧 如果你要答 如果他达成协议的话 几个月我OK 所以几个月你都要处在 那个世卫的那个现场里OK 没有 不是每一天啦 我觉得是特定的时间 我可以去啦 因为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commit那么多天 我还要赚钱 家俊的秧酒就知道 我脸头红你懂吗 我觉得很吓死 我选几天 但是 喂喂喂 后面后就 没有 我是这样子 哇 拍照回家 谢谢 好 我觉得要合理 看整个东西OK 好 基本上呢 这个二选一呢 当然就是在很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只有两种选择 就要你就是选一个 就是这样而已啦 反正呢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 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的政府都没有在阻止 他们的人民去示威这件事情 因为反正就是一个 民主的社会 对民主的社会 就是要大家去表达你的诉求 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示威到底变质了吗 我觉得 只要大家去做好 应该做的本分 身为示威者 你应该做好 你应该的本分 当然最主要就是 示威的时候 你要有那个 理智的心态存在 那当然 我们所谓的政府的方面呢 我们也要做好 维持秩序的这一个工作 我觉得大家都做好 大家的本分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示威 其实是可以达到 它一定的效果的 对一定有 要不然它不会有 当然大家不会用这方法去 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讲 有话好好说 对不对 如果透过一个 好好说的一个管道 就可以解决的话 我们也不需要到示威 因为我们也知道 示威又伤钱伤财 对不对 伤利 对而且交通也整个很大 瘫痪等等 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但是还是那一句 我们并没有再鼓励大家去示威 只是我们觉得说 没有 不是没有鼓励大家去示威 要示威可以 但是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不要为了示威而示威 没错没错 不要为了反而反 反正有任何最新的 也确实没跟大家分享了 好 最后的最后 我有一个诉求 我有一个诉求 你要抗议吗 不是不是我没有要抗议 我有一个诉求而已 我和平的来要求一个诉求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到一些节目 他们都有什么冠名播出 冠名播出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跟一个诉求 就是我很希望 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可以一开场的时候 就可以讲 本节目是有什么什么冠名播出 所以请金主爸爸金主妈妈 你们如果有兴趣 想要冠名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哦 什么东西 好 纽事身为我们下一集见 Bye